5月6日中国成千上万的高中生得知 清零封锁使他们无法参加AP考试 这个考试能够增加他们在美国或者欧洲大学就读的机会 美国大学理事会当日发布消息说 因为疫情以及相应防控措施 部分考点无法在5月按照计划预期举行AP考试 经过慎重考虑减于中国国内疫情的形势变化 影响规模和诸多不确定性 我们将会无法提供补考的选择 美国大学理事会还为了努力了一年准备 这次考试的学生所产生的影响感到非常遗憾 并且承诺因为考点被逼关闭 而无法参加考试的学生会得到考试费的退款 这一句消息令很多学生感到沮丧 他们担心没有大学水准的AP课程考试 成绩会削弱他们大学的申请 此外AP考试的成绩还可以用来折抵大学的学分 据悉北京、上海、合肥、郑州、南昌、苏州、南通、长春 哈尔滨9个城市的AP考试 也都因为受到疫情影响而取消 已经开始了 它相当于这个考试就没有了 因为最终申请了三件事 摘下了成绩单标下考试就托付ICT、AP 如果学生没有准备ICT、ACT 那它只有一个托付的分数AP又没有 它相当于在硬实力这块的竞争力就非常的低 大陆留学仲介人员张女士表示 很多学校不给高一学生考AP 所以很多学生是在高二的时候才考AP 这个考试现在取消导致他们的AP成绩全部都没了 这个对他们申请大学的影响非常之大 旅居加拿大的华裔律师赖建平认为 中共这些粗暴的疫情防控方式 对广大的百姓的生活和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消极影响和损害 对一些想留学的学生的影响更加直接 这个相当于剝奪了他们出国受教育的权力 部分大陆民众向美国之音表示 北京、上海等地的封控措施已经打乱了留学生 家属等人的出国计划 例如在国外留学多年的上海学生 不要说出境 现在他们就算连门都出不了 北京近三个月来也令很多出国的行程受阻 尤其是未满18岁的小留学生与家长 他就像科学为了装显他的独裁权利 为了显示他有控制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赖建平指出 中国公民形形式式地出国的权力都受到了相当严格的限制和剝奪 这个对公民权力的侵犯是中共这种主观、盲簧的唯一维权的治国方式 和世界格格不入 但是它比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甚至造成了很多人道的灾难 有的人有病不能及时治疗 有的人不能得到正常的食物 生活起居的物品 有被饿死的 所以最近各种各样的非正常的死亡的案件 要比疫情本身所带来的死亡率还要高很多 所以现在是能获比天灾更甚 一份网上流传的百度检查 移民热手资料显示 从3月28日到4月3日 移民海外的相关搜寻比过去激增数十倍 包含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 都成为热门的搜寻关键字 美国之音也得到消息 即使出入境受到限制 但是位于北京、上海的常青藤精英教育 甘吉列留学和新东方等留学 以及海外就业机构的咨询量 并没有因为封城而减少 乃建平认为 这个也显示了中共的政策是几个不得人心 是老百姓对它的逐渐闭关锁国 以及世界脱欧的政策表达强烈的不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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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